自从本频道发布量化模型交易结果以来 很多网友来问 怎么来看这些图? 还有一些网友说看不懂 有的网友可能还对股票移动均线不太熟悉 或者不知道如何使用看图工具来观看 今天我们就制作一个简单的视频 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来看这些图 如何理解最优交易策略 如何使用看图工具来执行量化交易策略 首先我们使用的例子是2022年1月30日本频道发布的 SQ股票量化交易建仓策略 来作为讲解案例 这个图的视频可以在本频道上找到 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周五 也就是1月28号 SQ的收盘价是110.38 它的两条生命指纹线 第一条9日移动均线 也就是这条黄线 数值是118.16 第二条生命线 34日移动日均线 它的数值是148.6 以后的走势 比如 第一种情况 黄线继续下移 绿线也下移 最后在某一天 这条日线开始拐头 上穿过黄线和绿线 股票价格第一次穿过黄线 按照交易策略 就可以小部分建立试探仓 当日线在穿过绿线时 就可以正式加仓 这就是交易策略 这就是交易策略告诉我们要如何做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现在这条黄线就开始拐头了 绿线也开始拐头 日线开始上移 穿过这两条线 同样道理 我们也是等日线穿到黄线以后 试探性加仓 等日线彻底穿过绿线以后 就可以正式加仓 这个量化交易入场策略图 相对比较安全 它实际上是通过对历史数据的深度学习 计算出最能代表这只股票数据特征的 两条移动平均线 告诉投资者股票数据 与曲线后面隐藏的秘密 并建议进行右侧交易 当然投资者 也可以进行左侧交易 比如 在SQ这个图里 一位投资者认为这个价位很低了 已经跌了这么多 已经算很便宜 于是就不看任何移动均线 在这里买入 股票也可能一下就在这里涨起来了 但很多情况下 都不会如此幸运 左侧交易一般风险大 左侧交易可能抓住最低点 但买入的如果不是低点 就可能被套牢 因为这些日线和移动平均线的具体数值 每天都在变化 这就要我们经常对它们进行观察 下面说一下如何用雅虎数据工具 来看这些移动平均线 我们首先用谷歌 输入雅虎Finance 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页面 点击打开 然后输入股票代码SQ 我们就可以看到SQ今天的收盘价 然后 我们找到这个Chart这个图标 然后呢 点击进去 就可以看到SQ的日线 第一次打开一般是没有移动均线 需要用户自己设置 设置的方法就是找到 左上方这个Indicator的图标 点击Indicator 然后在弹出的界面上 选择Moving Average 之后在下一个弹出的对话框里 输入移动平均线的平均天数 SQ第一条移动平均线的天数是9 我们填上9 然后选择黄颜色 Save一下就行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屏幕上出现一条黄色的移动均线 这就是9日的日均线 同样道理 我们再点击Indicator 选择Moving Average 输入34 选择绿颜色 屏幕上就会出现 这条绿色的34日平均线 采用这种方法 我们经常来观察 看日线也就是当日的股票价格 什么时候能上穿过9日均线和34日均线 然后执行相应的建仓策略 量化交易建仓策略不是百分之百胜出 但它的胜率高 比如SQ这个交易策略 胜率有84% 好了 我们今天就讲解到这 也占用了大家宝贵的时间 强力思维频道会一直与你在今后的日子里 一路相伴 祝大家投资路上不断学习进步 虎年吉祥 谢谢观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